你知道嗎 你想驗抗體 也觸發 很多人你知道 因為體質的關係 他打了疫苗可能不反應嘛 但是一般的也就算了 現在要對抗新冠病毒 我好想知道 這個我心體內有沒有抗體 假設我就是那個不反應的人的話 我是不是要特別小心 人民有值得權利嘛 但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不可以驗抗體 民進黨蓋世太保防疫 蓋世太保你知道嗎 這個希特勒 納粹時代 那時候他們有所謂的預防性逮捕 也就是說我不需要證據 假設我懷疑你大先犯罪的話 我不用理由啊 我就把你抓起來就好了 所以這是現在是一個 預防性的一個逮捕的一個概念 處罰的概念嗎 另外還有這個莫德納 今天不是已經開始開打第二劑嗎 75歲以上的長輩 第二劑可以開打 之前在講莫德納孤兒 但是他們開始開打 這一批是造測施打 大概有29.1萬劑 這29.1萬劑怎麼來的 莫德納今天100多萬劑 今天晚上才到 上一批我們去查了一個時間點 其實他8月15號是到貨 今天幾號 9月17號 封肩要多久 不是兩個禮拜嗎 我們的政府為什麼要扣這批 莫德納扣一個月 也就是說我們的政府 不知道扣了我們多少疫苗 很奇怪 今天開打的這批疫苗 在我們蔡政府的手上扣了一個月 他想幹嘛 你想知道嗎 硬推銷高端 對不對 實在是太詭異 我們的政府人民苦哈 你還蔡英文講 有疫苗就去打 原來你手上扣住疫苗 不讓人民打就是你 證據抓到了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但是先來看這個 讓大家驚呆 我給大家問一下 私驗高端抗體要開罰 你怎麼看呢 留言給辣碗報 我們共同討論 請辣老師來講一下 我先給大家說明 前情提要 四叉貓網紅你記不記得 上個星期他打完高端 很好奇跑去驗 你就發現哎呦媽呀 我體內的抗體怎麼這麼低 他講朋友打很高 打AZ會莫德納多高 又有人打高端也很高 就是他低嘛 結果呢 他公佈之後呢 引起了大家很大的討論 因為什麼 我們會不會去討論AZ抗體 會不會去討論莫德納抗體 不會嘛 因為人家經過國際認證 對 那麼高端因為沒有走完三期 二期也沒有做 也沒有做完 所以大家都很想去驗啊 他驗了之後 我現在沒想到 引起了模仿效應 打高端的人都去驗一下 對不對 OK啊 我想驗我為什麼不能知道 而且這驗是自費一千塊錢 我自費驗 花我的錢 為什麼不可以 沒想到被投訴指揮中心 沒有開放一般人自費驗抗體 哎呀我跟你講 你驗出來高就不會查你了嘛 你驗出來那麼低對不對 莊仁祥就說沒有開放 所以台北市衛生局壓力超大 因為是在台北市驗的 只好怎麼辦呢 指揮中心沒有開放啊 你們幹嘛去驗呢 所以呢 當然現在不罰個人 要罰醫療院所 如果真的去幫民眾驗的話 違反醫療法 最重開罰25萬 網友立刻炸鍋了 這還算是民主政府嗎 卡綠班 不給你驗你就不能驗 還有人說正不讓你驗 你怎麼能驗 保護力未知還不給驗 還有人說一驗就穿幫了 怎麼辦 當然不能驗啊 不驗就沒有真相啊 但賴老師 這東西讓大家想到 真的要感謝這個疫情 不是疫情 我們不知道台灣是一個獨裁的國家 台灣疫苗獨裁 台灣防疫獨裁 我們稍微帶大家很快的時間回想一下 疫情期間很多重要的事情 政府不讓我們做 現在不讓我們驗抗體 之前你記不記得快篩世紀 台灣有廠商很強 我們台灣出產的快篩世紀 只能夠賣到國外 只能夠賣給老外用 我們台灣人不准買不准用 當時政府說不准在台灣販賣快篩世紀 然後你記不記得後來民間要買疫苗 因為我們的政府買不到 政府說民間不准買疫苗 還有公布足跡的這個事情 吵了好久好久 只有指揮中心可以公布足跡 民間個人 縣市政府都不可以公布 跟指揮中心不一樣的足跡 所以說指揮中心要把所有的訊息抓在手上 我說要公布才公布 我說不公布你就不准公布 要不然我就罰你 所以這個部分你怎麼看呢 政府不准我們做這些事情 都是壞的嗎 民眾自己要花錢買快篩世紀 幫自己驗 自己出錢去驗抗體 這有什麼不對 憑什麼不准 所有的這些做法 有哪一件事是違反了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 或是造成公共危險 對 它沒有 而且它相反的 它有助於公共利益 有助於大家提高警覺 有助於大家去儘快的把這些被病毒感染的 把它篩檢出來 這個都是有助於公共利益 但是問題就是在民進黨的執政下 所有有助於公共利益的都變成是有害於公共利益 因為那是看它怎麼解讀 所以我覺得目前來講 它找不到任何法可以去處罰這個視察嗎 它找不到任何法 所以它就想方設法的用法律的擴充解釋 其實我剛剛也在翻醫療法 它憑什麼去罰這個醫院診所 醫院診所它本身 請問一下 妨害了什麼樣的台灣的防疫措施嗎 沒有欸 這家醫院今天也講說民眾有支的權利啊 對的 還有就是我覺得最糟糕的地方 是在於民進黨 它用事前主義不是用事後主義 一般來講政府的行政法則一定是要你 事實違反之後 我們叫做事後主義 然後它可以說 它現在用擴張解釋的方法說 如果大家都去驗 那就會造成醫療資源的緊張 它用如果 可是沒有發生 沒有發生意思就是事前主義嘛 因為它還沒有發生 他說原因是 檢驗數值需要由專家來解讀啦 對 那誰是專家 醫院的這一些醫生檢驗師 他們難道不是專家嗎 難道只有你這個陳時中是專家嗎 可是現在的問題是 正好陳時中就不是專家 講得太對了 最好的地方就是 每一天擔任指揮官的 每一天在那邊報告數字的 每一天說我在做防疫工作的 那一個人就不是專家 所以指揮中心在怕什麼啊 怕你知道啊 第一個就是怕你知道 怕老百姓知道 然後怕這個 老百姓知道高端 原來它的防衛的功能 遠比它公開的數字還要慘 還要糟 然後如果說 所有打過的人他都去驗 然後驗出來的結果 都跟四叉茅相差不大 然後跟它報給行政部門的 那些數據是對不上 或者不吻合 這個問題更大 這個問題就在於 它整個流程中 是不是有出現 非科學性的行為 也就是人為 是不是有介入了數據的修改 對但就是因為高端 整個過程不科學嘛 大家才很想去驗 但是你看看 民進黨自己人也去驗 因為四叉茅驗完以後 大家實在太好奇了 所有打高端的人都想去驗 自費一千塊錢也不便宜 這一位絕對是要想來幫忙的 民進黨自己人 新北市議員張志豪 他一定還想再選 很想來幫忙 所以他自己去驗 驗了以後說很讚很讚很讚 怎麼沒有人去檢舉他 怎麼沒有說要去罰 幫他驗的這家 對不對 所以驗出來少的話 我要罰你 驗出來多的話就OK是嗎 賴老師 這個實在是太可笑了 我覺得應該也要 他也要公布一下 他是在哪一家醫院院的 那也就是說 兩個不同的醫院 驗同樣的一個疫苗 然後出現不同的結果 這個很有趣 每個體質也不太一樣 數值都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 這個部分裡面 所有打高端的人都應該要驗 我覺得這樣的話 把所有的data 把它集合起來 大家來看看 就是說那樣的一個統計數字 因為你樣本數越多 越多 越多的時候 我們又可以看出事實的真相 為什麼 避免 您剛剛還有一點其實 就是避免在國外出現狀況 因為現在 我們在這個隨機抽樣裡面 已經被聯合國的衛生組織 因為有幾十支疫苗去抽 抽了以後 目前來講哥倫比亞 就不是有一個哥倫比亞 賴老師 我跟你講 我先給大家前情提要一下 我覺得這個高端 真的是有苦說不出 幹嘛這樣子對我 對不對 本來外媒報導是好消息 WHO贊助高端 有沒有看到那個標題 贊助高端 也就是說WHO會員獨具 在這麼多疫苗當中 台灣這個高端讚 有潛力 所以我要撥錢去贊助高端 在哥倫比亞大規模的進行實驗 當時這個報導出來之後 綠營整個嗨翻了 有沒有 你們這些也很唱衰 給你看 WHO人家就是 人家才叫做專家 你們這些根本都不是專家 對不對 所以WHO願意拿錢出來 哥倫比亞大規模四萬人 高端想說 我本來只想做三千 一千你給我做四萬 而且打都打了 我們台灣人民都打了 現在怎麼回事 是隨機抽取 超千抽到的啦 這個我可以解釋一下 這個是這樣子 哥倫比亞是五千多萬人 他們已經有三千多萬人 已經打一劑疫苗了 然後他們有一千多萬人 打完兩劑疫苗 所以他們打完兩劑疫苗的 至少已經是百分之三十一以上 我再強調 他們打完兩劑疫苗 完整接種的已經是高達百分之三十一以上 比台灣還高喔 他們打一劑的都已經是三千多萬了 如果我們扣掉小孩子你想想看 扣掉小孩子 就是未成年的孩子來說的話 他們成年人打完一劑疫苗的已經七成了 打完兩劑疫苗的全國已經三成多了 我們台灣現在才多少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就是說高端既然要提報 聯合國的衛生組織就很有趣了 那他就用把所有要提出來 希望要做第三期測試的 就大家抽些嘛 然後結果聯合國就幫你抽 結果抽了兩家 一家就是高端 一家就是美國的 那一家美國的一家高端的 這兩家就到哥倫比亞 他們要去找滿十六歲以上 然後自願的要做四萬人 由聯合國這個來做補貼 好 這樣的一個情形 所以請問對於高端這是好消息 還是壞消息 當然不是好消息 因為他要十五個月的觀察期 所以這十五個月內 我們當然會強烈的建議 結果還沒有出來之前 台灣的民眾等待一下 等十五個月 因為等到這個四萬多人的樣本 出來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知道 是不是應該這樣講 對台灣人民來講 這是個好消息 因為高端二期做一半 三期沒有做完 現在好不容易 WHO願意贊助 是 我們就讓高端去做 在國際做多有公信力 做出來是好的話 我們就打嘛 對不對 現在高端 現在高端有點壓力 是所以你看到高端 三個字 了解中 因為 你覺得高端是你的OS是什麼 幹嘛這樣對我 為什麼要抽中我 對不對 這種感覺有一點 因為一旦被抽中 做完了這個結果 有可能是好的 有可能是不好的 有可能是 一下就把所有的遮羞布都揭開來了 但我問你 如果高端對自己的疫苗 很有信心的話 他應該怎麼回答 我們認為聯合國 我們認為WHO獨居會員 我們非常非常有信心 我們願意接受這樣的挑戰 我們很樂意接受國際間的檢驗 如果高端有信心 如果陳時中有信心 今天這是一個好新聞 但為什麼這麼大的一個新聞 好不容易被抽中 千韻這多難 手氣多好 重樂透 我覺得那個消息還需要查證 不過第一個 就是說 就算是真的 那其實只不過打臉了民進黨 民進黨一直騙大家說 什麼世界衛生組織要免疫僑劫 我告訴各位 根本就沒有 沒有 如果這是真的 就直接認證 就是根本沒有 他根本說謊 那人家就是要他去做第三期臨床試驗 他就硬要找我們做這個白老鼠 做我們白老鼠 還不准你去驗抗體 然後還要給你混打 對不對 這第一個 第二個事實上 第三期臨床試驗不是隨便亂做的 對 第三期臨床試驗 你每 你的那個藥 你拿出去的那個是那個藥 你不知道你今天打這一批人是 是這個劑量是100 那一批人劑量50 他第一期跟第二期的那個 抗體的那個效價15倍 你這個東西你去做第三期 你做不完4萬個的 你這個第一批第二批你拿去不一樣 你就出局了 兩批半個的那個 你這個不一樣 也給我同一個 你這個可以找死 我去吃 你這裹 我來有一個 你這裹 你這裹 你這裹